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刀轩轮的小学生镇远 今天咱们介绍的是 宋天巨南的一款日式的战术作品啊 日式短道 看他的样子就能看出来了 一个上翘的 非常传统的日式的造型啊 比较重型的一个tanto 然后呢这个名字呢叫统侠间 统侠间呢 他是一次战争的名字 日本三大七夕战之一啊 统侠间之战 这个是说的治天信长 然后把那个金川议员给干掉的 这么一场战役 然后呢这场战役呢 在这个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附近 就是宋天巨南 他就是这个名古屋的 他就是那人 然后他是官室的嘛 上面上属的城市就是名古屋啊 所以这是他发生在他身边的事 所以呢 他很多名字是这么起的啊 比如说他有一个叫百赖川的型号 也是他附近的一个地方啊 他有一个叫川普的型号 也是他附近的地方 你觉得川普是是一个总统的名字 实际上他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川普 西谷啊 他还带我们去那玩过 还有呃 飞禅 其实那个不念禅啊 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附近的城市的名字 就是大家大家在起名的时候 也是有点匮乏 也不知道起啥名 让他起了一些附近的有名的一些名字啊 大家感觉还不错 这个就是 没听过嘛 对吧 咱们主要没听过 这让他们觉得就 就就就就很普通了 对吧 比如说宋天军呢 要是一个 河南人 他就取一个叫信仰 再取个竹马店 其实他起名上很多都是这么起的 然后也是配他一个标志型的K窍 大家注意啊 新的橘南的K窍有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他上面 他的手口变小了 我们来看一把之前做的 之前做的 他前段是三段似的 这边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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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有明显的凹进去的 而新的橘南 在上面这边 没有一个明显的凹进去了 这有很大的差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玩橘南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 以前的在这会有一个收口 现在基本上就两段似的 这一下 这一下就完了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在推刀的时候 更靠前了 来看下这把刀 我用上一个钢铲 黑色米卡塔的手柄 这个纹路就非常非常日式了 就像日本武士刀的那个样子似的 绳顶 左一下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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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织纹 这边也是 看一下侧面 侧面大家发现没有 这米卡塔变得非常密 非常黑 因为它整个边缘都是二次抛落的 抛得非常细的之后 再把这个刀片去做 鞠纹的处理 做上鞠纹处理 再把这个手柄装上去 其实它表面是抛得非常非常细的了 关于这一点 大家可以去龙爪之刃的微博 就是产龙拉格 产龙拉格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艺人 手艺人 他对于战术的诠释 是我觉得国内做战术做的最好的 就现在比较遗憾了 还见不到他了 看二十年之后 他在重归刀谈 绝对还是 还是牛逼 绝对还是牛逼 他对刀的理解 以及他做刀的那一份细致 是很厉害的 龙爪之刃的微博去看一下 你看到他关于一些实洗面是怎么做的 他会把整个刀 抛得非常非常细 抛到半径面的程度 再去做实洗 所以龙爪之刃的所有刀 表面没有任何细纹 送家居男的我们来放大看 我们来看居男的一个 虽然他有这个腐蚀 但是他这个腐蚀并不是涂层 他只是对表面进行腐蚀 你可以看到一点的这个沙袋的痕迹是看不出来的 龙爪他不用沙袋 龙爪用的沙盘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就整把刀的细化做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 沙袋的影 沙袋的纹 这个你别管 蝴蝶 别管蜘蛛 别管微技术 大家去仔细看 他这个微面 他全部都是有这个 水魔机的纹的 巨男的刀没有任何纹 他做的非常彻底的细化了之后 再去做了这个涂层 所以你看不到任何的纹路 我们来看一下 桶下店的参数 他的全长大概在335毫米左右 然后呢 他的刀刃长都大概在200毫米左右 有效切割刃长 一般来说是除了饼就算是 但是我一般喜欢读有效刃长 就看个人喜好 然后刀片的厚度呢 是在6.5毫米左右 然后他的重量呢 是在466克左右 因为手工刀每一把都有差异 然后他的重心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刀饼结束向前一点 所以当我们握持在这里的时候 刀尖是比较向下的 这把刀造型是比较优美的 一个重型的日式tanto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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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